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九月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为您关注到的首先是一条社会消息 根据北京日报的报道 在九月五日早上升级仪式 结束后有一只黑天鹅降落在蒂安门广场 在广场上并没有飞走的意思 据北京日报报道 工作人员现场进行秩序维护并疏散了围观的游客 还联系有关部门 到早上八点左右动物保护部门已把黑天鹅接走 送到顺意 北京日报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专家认为可能是今年刚刚繁殖的幼鸟 被爸妈赶出来了误入天安门广场 并表示黑天鹅习性就是这样 每年都会把孩子赶出家门 然后繁殖下一窝 同时专家介绍黑天鹅并不是野生动物 而是人工养殖的禽鸟 并不是我国的原生物种 老家在南半球 专家说因为外形优雅好看 前些年不少公园引进用于观赏 城郊的公园多有分布 圆明园还很多 因此推断黑天鹅是从附近的公园飞来的 同时来自北京日报的报道还表示 作为外来物种黑天鹅一定程度的挤压了本地鸭咽类动物的生存空间 需要进一步加强管理 而同样有趣的是黑天鹅在不同语境下还有其他意思 在今年年初十四个五年规划重点工作集体学习时 习近平提出要做好应对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预案 不断增强发展的安全性 黑天鹅一般只难以预测的不寻常事件 而灰犀牛只视而不见的重大危机 习近平并没有名言到底可能指什么事件 而这也并不是习近平首次提及黑天鹅和灰犀牛 在二零一九年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时 习近平在当年一月在中央党校向全国省部级主要官员发表讲话 提醒国际形势波轨晕厥外部环境严肃复杂 要高度警惕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 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危机的战略主动战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到底是什么又有什么特殊点呢 南华早报文章介绍商务部成立于二零零三年三月 是中国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全面机构重组的一部分 当时组建商务部是为了帮助旅行中国在二零零一年加入世贸组织时所做的承诺 配合美国和欧洲的类似政府机构 商务部在很大程度上以原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为基础 同时还纳入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职能 在一九四九年原设立的贸易部在一九五二年改名为对外贸易部之后 商务部的建立结束了国内贸易对外贸易管理之间五十多年的分离 同时南华早报文章介绍 作为国务院下属的一个内阁级行政机构 商务部现任部长汪文涛领导下总共有二十九个部门 从表面上来看商务部似乎是美国商务部的中国对等机构 两者也有一些共同的职能 比如处理涉及公平贸易问题制定标准促及国内国外商业等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商务部的职能也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类似 负责多边和双边谈判 也代表中国政府处理与世贸组织的关系 而由于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争端不断增加 商务部在二零一零年特别设立了中国国际贸易代表 一职由部长任命同时担任商务部副部长 前中国驻世贸大使于建华目前担任这一职务 但是由刘鹤领导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厅才是贸易决策的核心所在 刘鹤被视为习近平的得力助手 率领中国代表团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 二零二一年五月刘鹤继续与美国新任贸易代表戴琪会面 然后在六月初与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交谈 而商务部在中国实际上比任何一个前任的权力都小 商务部负责促进国内消费推动出口进口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但是在贸易决策过程中 却被视为是政治生态系统中一个相对薄弱的部门 他经常与中央政府的其他部位重叠 有的时候甚至是在部分工作中失去主导地位 比如商务部曾经与外交部在到底哪个机构来控制对外援助计划 以及哪个利益方优先的问题上曾经有过激烈的竞争 有关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办公室 并不正是在商务部下运作 而是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内 尽管两个机构在机制上都起主导作用 而在贸易战期间负责宣布中国对美征收关税的 也是由财政部而非商务部管理的一个委员会来进行的 二零一八年政府机构改革的一部分 也使得商务部失去了一些最有影响力的部门 反垄断执法之则被移交给新成立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与对外援助项目有关的任务 则被移交给新成立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 商务部在与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和外国商会进行沟通 并帮助起草外商投资法的实施细则方面有一些作用 负责编制禁止和限制的进口出口目录 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不可靠实体清单 还负责执行针对不合理预外适用外国法和其他措施的封锁规则 有趣的是商务部是极少数公开披露辞职官员名单的内阁级机构 但是频繁的人事变动曾引起中央的批评 中央纪委检查小组在二零一八年曾说 商务部官员外流问题严重 基层党建工作不利 而同时杨建辉这样一位商务部反垄断局的官员 在二零一六年离开后 竟加入了阿里巴巴 成为了阿里巴巴的一位高级专家 还有另外一位反垄断官员崔淑峰 在二零一四年辞职后 作为负责政府事务的高级管理人员 为腾讯和膜拜单车工作 还有一位电子商务部门的前官员曾晨 在二零一六年辞职之后加入了京东担任公共战略总监 同样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市政有关系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前法官和检察官被发现大量违反利益冲突的规定引起关注 针对司法系统的最新阶段打击发现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从事中国法律工作的律师和法官 曾被发现违反有关于利益冲突的规定 这样的一次运动是清理司法系统更广泛的一部分 中国当局表示司法系统危害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也威胁到了国家安全 南华早报文章介绍最新的一次突击检查是在二月到六月期间进行的 专门针对曾经担任市县级检察官和法官的律师 他们有一些人在离开职位后继续从事职业工作 负责监管的主要部门是中央执法委 在上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央政法委表示 自二零一二年以来有七千六百四十位离开岗位的前法官和检察官继续从事法律工作 其中大概有将近百分之三十 也就是两千零四十四人 违法了禁止从事有前职务有关案件的规定 有一百零一人充当司法经纪人 这一术语指的是那些利用其关系帮助人们贿赂法官的人 《南华早报》文章介绍 根据中国法律 法官和检察官在离开国家职务后可以从事法律工作 但是在两年内不得在法庭上代表当事人 并且终身不得处理与他们以前职务或法院有关的案件 陈银欣表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正在努力收紧这一些规定 文章引述专家表示 中国法官一毕业就开始职业 不像是西方国家一般先做律师 然后成为法官 因此在中国没有财富积累也没有高薪 许多法官羡慕律师的高收入 这很容易滋生腐败 专家还表示 人们往往利用关系而不是法律来打官司 并补充说 客户关心的是律师事务所是否与法院有关系 而不是律师的法律职业水平 这就是为什么事务所热衷于雇佣前法官和检察官 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形成良好的关系 文章还引述另外一位专家表示 腐败的前法官和检察官知道有哪些法律漏洞可以利用 可以利用他们的关系和专业知识来破坏司法 文章引述专家表示 应该支持改革 让司法人员享受改革成果并提高他们的收入 他们要承担社会责任 也要有职业尊严 如果国家不能阻止人们利用他们的关系来赢得法律案件 那么清理运动的结果将是有限的 后续的腐败也许会更加隐蔽 必须有外部约束 比如媒体监督以及对辩护律师权利的充分保障 才能够解决有关问题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阿里女人公案王某文妻子的最新发声 根据认证为王某文妻子的微博所发消息 在二零二一年九月五日 她的丈夫已失去自由二十六天 她说周某一篇不实的字数 还有主动联系张某退房后报警爆料吃瓜 以及大闹阿里食堂等一系列操作 不仅误导舆论 还利用大众同情透支盲有善意 导致我的丈夫突然成了猥亵犯 丢了工作失去自由 王某文妻子在微博中说 家里的公共婆婆不堪遭人白眼 身体每况愈下 婆婆病倒多日 八岁孩子天天哭闹找爸爸 我更是临日四处奔波 夜不能眉 体重从一百零二斤骤降至九十斤 她说我丈夫的冤居家人的境遇让我难过愤怒 决定穷尽一切法律手段寻求公正 她说我和代理律师已先后到杭州阿里总部济南张庄派出所 以及多地反映了王某文无罪 周某陷害诬告强制猥胁寻衅滋事等情况 她表示明天将第五次到济南继续和代理律师走访山东检察院 和省公安厅等相关单位 就此案件疑点向各部门提交材料 同时王某文妻子说社会主义法治中国不允许任何人编造谣言误导公众 陷害他人她说希望检察官尽快办案早日查明真相 尽快给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 让丈夫早日回家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